大家好,我是小伟,今天咱们继续说故事,故事的名字是《埋尸地理,冒清苗》,话说啊,明朝万历年间某一天的清晨,东昌府的知府冯文龙接到报案,说是啊,住在东昌府城郊的崔秀才的夫人,前天晚上失踪了。 原来啊,前天晚上,崔秀才和夫人争吵了两句,崔夫人呢,就收拾了包袱,走出了家门。 这崔秀才以为夫人回了娘家,就没在意,没想到第二天她去岳父家,对方却说夫人根本就没有回来。 听了这些,冯文龙一时没了头绪,于是啊,她就叫来最信任的捕快马俑,一起去郊外散散心。 此时正是经浙时节,一眼望去都是刚刚翻更的带播种的肥田。 两个人在郊外的小路上慢慢的走着,忽然啊,她听到远处有一个老妇人站在一片田间地头上高声的叫骂着。 原来啊,老妇人家一片好端端的竹笋,被人给挖走了。 冯文龙表明了身份后,安慰了老妇人几句,决定啊,再往前走走,看能否发现一些情况。 不知不觉间,已经到了晌午,两个人看到郊外一条河边有一个酒馆,于是啊,就进去了。 店小二见两人穿着打扮不一般,就急忙推销起了店里的拿手菜,羊肝炒春笋。 没一会儿,菜端上来了,冯文龙一嚼春笋,微皱着眉头说道,笋质还倒细嫩松脆,但是却不新鲜。 店小二说道,说实话,这笋啊,是前天早晨送过来的,我们虽然细心的储存,但还是和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差了一点。 冯文龙立即想到,今天早晨老妇人丢失竹笋的事,他就问道啊, 你这个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? 店小二说道,小人是从赖大那买来的。 赖大? 马勇笑了,转过头对冯文龙说道,这赖大呀,是附近有名的鸡鸣狗盗之徒,我知道他家在哪儿。 马勇和冯文龙来到了位于城郊的一处茅草屋里,马勇喊了几嗓子,并没有人回应, 看见屋门虚掩着,马勇便和冯文龙推门走了进去, 却见赖大赤身露体的躺在床上,周边啊,一片血污。 马勇见步上前,一摸赖大的鼻孔,人啊,已经断气了。 冯文龙伸手一探赖大的体温,又翻了翻赖大的眼睛,说道,死者应该是昨天晚上被人所害。 冯文龙一看现场,发现赖大之死,并无外人知晓,于是啊,马上让马勇把住了屋门,仔细的勘察起来。 可是查了半天,只发现赖大是被人用刀剑之类的凶器刺死,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。 突然啊,他看见赖大的床铺下面,竟然有一只预制的毛笔,笔杆上清晰的写着崔义贵三个字。 崔义贵?这不是早晨来报案,说自己夫人失踪的那个秀才吗? 冯文龙让马勇派人把守住现场,他自己啊,就打到回府了。 一回到城内,冯文龙便派捕快把崔义贵叫来。 大堂上,冯文龙亮出了那只从赖大家床底下搜到的白玉毛笔,他就问道, 崔义贵,你可认得这只玉笔? 崔义贵神色一正,马上镇定的说道,认得? 这是我前些时候送给赖大的,大人,他怎么在您这儿啊? 冯文龙一听这个,厉声喝道,大胆狂徒,还不快快把你昨晚如何将赖大所杀之事一一道来。 崔义贵跪倒在地,大人,冤枉啊,小人昨夜在家中睡觉,和赖大之死无关哪。 冯文龙随即带着捕快前往崔义贵家搜产,可搜了半天,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。 听赖大的街坊邻居们讲,赖大最近经常去崔秀才家,要这要那。 与赖大一不沾亲,二不带固,崔秀才对这个赖大却尽量的满足。 这不禁呢,就让人产生了怀疑,难道崔秀才有什么把柄在赖大的手上不成? 但因为手上的证据不足,冯文龙只好把崔义贵放了,并让赖大的近亲先把其尸体处理掉。 他还掏出了一些碎银子,让马勇交到那个丢失竹笋的老妇人手里,说这是替赖大给他的补偿。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,可是案情毫无进展。 这天傍晚,冯文龙听到补偷马勇禀告说,那个丢了竹笋的老妇人来了。 不一会儿,老妇人就来到屋前说道,大人,今天我是给您退钱来了。 退什么钱? 老妇人抬头又说,偷我们家竹笋的是崔义贵,她已经承认了,还乖乖的赔了我银子呢。 原来啊,老妇人昨天去种毛竹的地里看掌势,却看到崔义贵正在田里挖竹苗。 崔家的地和老妇人家的地紧挨着。 老妇人心想,从没有见过崔家种过竹子,今天怎么就突然冒出了竹子呢? 在老妇人的追问之下,崔义贵啊,急得脸都红了,她就说呀,自己偷了别人家的竹笋,本想着埋在地里,等长出了小苗后,再挪到家里种植,没想到被发现了。 冯文龙听后,对崔义贵的行为十分不解,等老妇人走后,她走到了后花园里,思索起来。 突然间,她发现那院的墙根处,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几根小毛竹来。 她马上喊来仆人问道,你什么时候在此处种的竹子? 仆人摇头道,我从来没有栽过竹子。 随即,仆人又抬头看向墙外,突然就笑了。 老爷啊,我知道了,咱们院外边不是有竹子吗? 冬天的时候,咱府里死了只狗,我们就把它埋在这儿了。 这竹子是有向肥性的,哪吐肥,它的根就向哪延伸。 这狗埋在这儿,吐肥,院外的竹子就给吸引过来了。 冯文龙听罢,盲令马捕快和众牙役连夜前往崔家的地里。 深夜,崔家田地里亮起了灯火,冯文龙暗中派人叫来的崔夫人的娘家人也在现场。 在冯文龙的指挥下,捕快们很快就从地里挖出了一具被肢解的已经腐烂了的尸体,尸体旁边还放着一块石叶。 崔夫人的娘家人见了,连忙说道,没错,这块宴台还是她的陪嫁呢。 冯文龙对崔秀才喝道,崔一贵,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? 我没罪,谁知道她是谁杀的? 崔一贵还在嘴硬,冯文龙哼了一声说道,我来帮你捋捋事情的经过。 那天晚上,你杀害了夫人之后,连夜把她运送到地里埋了,因为是刚刚春耕过的地,你稍一平整就行,外人不会轻易发现。 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,你做的事被在一旁偷竹笋的赖大给看到了。 赖大事后威胁你,你怕她早晚把事情透露出去,一怒之下,你就杀了她。 可你更没有想到的是,埋在你田里的尸体,成了旁边人家竹笋的肥料,正是你地里引过来的几株毛竹,让案子水落石出。 你也知道竹子向肥一说,本想偷偷把幼苗铲掉,却不料啊,被老妇人看到了,凶器尸体皆在,你还有何话讲? 崔义贵一听这个,彻底崩溃了,千不该万不该,不该和夫人吵架后,一气之下拿宴台砸死了她。 更可恶的是,这个赖大贪得无厌,为了封她的口,害得我连心爱的玉笔都给了她,可她还是不知足啊,天天对我狮子大张口,我一不做二不休,索性把她也杀了。 至此,真相大白,崔义贵被打入了死牢,秋后问斩。 好了,朋友们,今天的故事就说完了,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,咱们下期见。